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 許多港人離開香港 移居來臺 根據移民署的最新統計 去年港人來臺的 居留許可人數創效歷史新高 高達一萬八百一十三人 人數也是前年的一點八倍 其中一名去年二月來臺的港人 直言現在的香港經非洗筆 認為未來只會有更多的港人離開 在臺壯麗線上語言教學平臺 擔任管理階層 今年三十出頭綽號港女 去年二月透過創業移民 從香港移居到臺灣 他透露求學時期 就曾多次來臺灣 在碰上香港反送中運動後 對於香港局勢不樂觀 他做出離鄉背景的決定 自認來臺適應良好 但坦言台港仍有明顯的文化差異 我都會看香港的新聞 然後也會關心香港的情況 當然也會擔心家人的情況 我們之前有很多的自由空間 那現在香港的情況 我也是很擔心 離開香港短短一年港女直言現在的香港情勢嚴峻 已經不是過去自由的香港 更沒想過港版國安法會實施 讓港人陷入驚慌擔憂 他認為有許多港人想要離開 但考量工作 家庭因素選擇留下來 但也有港人為了給下一代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 決定離港來臺 根據移民署最新統計 去年港人來臺居留許可人數創下歷史新高 高達一萬八百一十三人 人數更是前年的一點八倍 陸友會指出 主名是港版國安法實施 加深港人離港念頭 針對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 陸委會表示 目前已協助部分個案在臺就學 教業自主生活 記者黃杰謝正寧台北報導